让我们先来看看,在刚刚结束的法网第三轮,张之珍对鲁德的一个比赛片段。 这个球,一直到张之珍切出直线,它前面的铺垫都是很成功的,只是这个切球的冲击力稍微差了一点点。 重点是这里,注意看,切完这一拍之后,它并没有移动到最合适的下一拍应该到达的位置,它应该移动到哪里最合适呢? 以它切出直线的落点为圆点,左右两边两个最佳落点的角分线上,因为可以兼顾左右两边,是它最应该快速到达的位置。 因为前面一拍的切球冲击力不够,给了鲁德充分的时间到位,而张之珍又多少有点犹豫,它向底线中间点移动了, 但是没有再继续向自己的右边移动一两步,到达角分线的位置,这个小小的偏差,是它下一拍的鸡球下网的主要原因。 总结一下,你的站位,应该是上一拍自己鸡球落点的左右两边的对手可能打出的最佳落点的角分线上,这样你才可能覆盖最大面积。 这是西娇费德乐,欢迎收藏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